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研究西方文化 你就发现 基督教还没有到世界上来以前 希腊曾经有过很辉煌的艺术成就 而且可以说 在无论东西古今中间 几乎没有超越 古希腊对人类没的感觉 对人艺术 所能达到的非常清静 非常永恒的那种线条比例 很简单 又可以长久没有毁掉他的美的成就 这个表示说 人在自然界中间 人在神所吃的普遍恩惠中间 是一个非常超然 在万物之上有神形象样色的一个活物 西方神修常把神的形象样色 解释为就是在理性 德性 以及在这一个法性的三方面的内涵中间 我从全本圣经的看法中间 除了这三大性之外 还有神本身一切的本性 反映在人里面的可能性 也应当包括在 在神的形象样色 所以我把上帝是创造者 跟人有创造者 跟人有创造力连在一起 上帝是创造者 按照上帝的形象样色被造的人 就从神领受了创造力的功能 所以人的creativity 人能造出这些一切过去 在我们使用事物中间没有的样色 没有的图案 没有的功用 没有的成就 在创造力所发挥中间 产生的新事物 则应当也是神形象样色的一部分 其他 除了神有绝对的主权 人有超越万物的自由 这种主权的使用 形象样色在人中间的时候 就变成人性中间 一种自由的发挥 这样就从 有限的被造限制中间 突破了这些限制 所给我们的客观的条件 然后进入了超越时空的这种 只有神本身才有的这些功能 所以当一个人 真正救到他是人 真正知道他里面的潜在能 是有一个超过万有的功能的时候 他会发挥出一切 所有的动物 永远没有办法发挥出的东西 那这就是创造力的成就